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利率的决策会议 那在今天盘中日本央行保利率决策会议出来 维持负利率的政策不变 扩大货币的基础 意思就是再度扩大货币宽众政策 那这个也是昨天我们在探讨的一个重点是说 在日币日本它有不得已的压力 这是昨天他们还没宣布的时候 我们在昨天跟各位分析的 它有一个所谓不得已的压力 就是要防堵日元继续的升值 那因为日元你一旦一直持续的在做强身的动作 这个对于日本的经济来说是非常负面的影响 所以不管是出口啊 这些外销导向的这些企业 对于他们来说 日本企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是他们不得已的压力 所以在昨天我们分析到这一块的时候 认为这一次日本实施这个所谓再宽松的政策的机会是很大的 那果不其然盘中它传出这样子 确认这样子的消息之后 来我们来看 日元开始出现贬值 这个是速度增强的 上了这样子的贬值 而且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老师朋友一定要记得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日本首度实施负利率 这是今年一月首度实施负利率 但是它实施负利率放出一堆的钱之后 当时它抑制日元升值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反而日元还是持续升值 但是这一次它经过盘了这么久的时间 它防守了这么久的时间 日央的部分 防堵它继续升值的情况之下 然后再透过这样子的政策 那今天开始出现 盘中开始 到目前为止是呈现开始有贬值的现象 那这样子的资金又会造成什么 造成新一波的热钱出来 那新一波的热钱出来 可以分身到 当然包含了美元 包含了台币 包含了韩文都有 所以全球新一轮的热钱party 随时会启动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但数就是 美国今晚的利率决策会议 那目前我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前强调过 这个升值的升息的几率是非常低 那你看人员指数刚刚盘中忽然急涨 主要原因不是预期升息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是日元释出来的 日本再宽松 所造成的这种盘中震荡的结果 好 那我想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美国跟日本它是同一个阵线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 大家应该都能够听得懂 你今天美国 他会放任日本的经济完全崩盘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为什么 美日安保条约本来就是共同为了防堵中共 我想这个各位心里都很清楚 那在今年特别是像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日本首度实施负利率 原本FED啊 废的这边的这个所谓每一次言论讲出来的 都是非常鹰派的说法 结果反而在一月的时候 忽然因为日本实施负利率之后 它开始温和 温和了大半年之后 现在来到了最近九月份 又开始稍微的鹰派 开始稍微的鹰派之后 结果日本又忽然又实施了 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 他们说是所谓的QQE啊 量化直化宽松政策 很多种的说法 但是这个其实就构成什么 就构成刚刚我们回过头来 美国既然跟日本它是同一阵线 那当然最后热钱party启动的 新轮的启动的这个最后一个关键 就是美国不宣喜 那从此我们做一个最快的假设 从此美国宣喜好了 那一个四出货币宽松 一个紧缩台股影响不大 所以影响不大又变回原来的区间 了解这个意思吗 但是整体来看你可以听得出来 多方持续掌控盘事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你看哦 这是法国巴黎刚刚开盘的这个欧洲股市 刚开盘的欧洲股市 也开始直接反映 所谓的日本新一轮的QQE的宽松货币政策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台股的部分 当然有些人说 我现在前两天特别跟各位交代一件事情 就是说央行 这两天的央行决设 是决定这个区间会不会突破的一个关键 今天既然第一个决设 日本央行出来 所以他开始做突破 那更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就一个更客观的条件来看 但客观的条件是什么 你看哦 在这波下沙的过程当中 他下沙是带量 而且用一个到后面是用跳空的方圈 用一根超乎 可以带量把它整个吞噬掉 而且并且当天就直接做一个空方缺口的回补 所以这是一个当天单日K线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单日反转 那在今天往上拉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确认 这是单纯就K线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在配合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说这朋友你认为上面这个成交量 它有什么压力吗 除非外资又开始卖股票 否则是几乎没有压力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那如果我们就更长一点的角度来说 在历史过去今年一月份 日本刚实施宽松货币 甚至这个负利率 首度实施负利率的时候 那时候救了整个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当时候从7600多点涨到8800多点 总共涨了1200多点 那当时候的融资水位 大约在1300亿左右 老师朋友 现在的融资水位 你知道多少吗 1335亿左右 只多了31亿 所以这个盘 其实它已经变成什么 一直都是散物 在旁边看 什么都不敢做 那外资想要干嘛就干嘛 现在的盘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先前一直跟部位统计一个重点 在英国脱欧之后 外资累积买超 一路这样子以来 它到这一天为止 它还有2000亿的这个所谓的 现货部位 那在我们没有看到 期货水位的避险部位 大幅增加或者是选择权的部位 卖权大幅增加 或者是save code的部分 那自然而然 你说防守一定会出钱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是所谓筹码的探讨 那整个回过头来看 那现在也非常符合 外资它陷落 这些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 外资陷落部位 要如何处理 让赏务真的要进来 赏务越不进来 他就在想尽办法 雇他的股票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总结出来 第一个重点 在新一轮的热钱party 即将展开的时候 外资的股票 你一定要注意 那当然 在外资的股票当中 其中最近炒最凶的 一定是评估 那当然我们再看 我们先来看 2317的红牌 我们先还原全职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多安缺口 然后跳空上去之后 完全不回补 完全没有开始做回补 就技术面来说 它是一个所谓 强势形态的震荡整理 这是2317的红牌 再来 2330的台积电 上面这一根量稍微比较大一些 台积电到底会不会过 这个要持续观察 这还不一定 反倒是瓶盖当中的红牌 最大代工伙伴 本来机会会比较大 但是我这边所提的概念 不是叫各位再去追什么 像已经长很凶 长最近题材超很多的 这个可乘啊 台剧啊等等 但是这样子 提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 正所谓题材 就是所谓的打铁秤乐 我们先不要管说 这个iPhone7的预购销售数字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已经不重要 因为骨架反映出来的 就是所代表的外资 他在炒这个动作 那在这个动作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思考的是 不用去追 这些已经涨上去的瓶盖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 什么样的瓶盖 它包含的还没有涨 是相关的 而且是确认接到iPhone7订单的 而且又是外资 在最近这段时间 从9月初以来 买超了3000多张 这一档股票 是这两篇账 是刚刚带会员朋友所进场的 瓶盖相关的 但是却还没有涨 整理将近两个月时间 外资从9月初以来 到昨天为止 总计买超了3000多张 那我们追根究底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档股票 它本身股价不到30块钱 却又低于净值 那外资会买这么多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为 看上它今年的订单 主要来自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 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订单 造成能够它今年的获利 比去年同期好得太多 再加上 有一派的说法 所谓的说法是 有一派的外资在评估 这一档个股 iPhone7 内部构造当中 我想有些投资朋友 应该已经拿到iPhone7的心机了 内部构造当中 某一个产品的零主件 iPhone7某一个零主件 是由这间公司 这一档股票 全拿 订单 难怪外资 9月初以来 买了这么多 当市场都在注意 其他的灵盖的时候 我们在股票市场 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就是要发觉 还没有涨的机会的股票 那今天节目时间不够了 我们刚刚所谈的是 外资 在新一波热情 即将启动的情况之下 外资的股票 那接下来 明天我们会再来谈 内资的股票 这一次 非常有很大的机会去 内外资 一起做股票 一起拿股票 为什么 外资是因为来自热钱 来自于日本的QQE 新一轮的宽传货币政策 内资是来自于所谓的 具体作杂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接下来的航行 只要今天晚上的美国 它的政策是漂亮 全职股 中小型个股 一起发动 务必把握机会 欢迎跟上站到车的脚步 这一档 第一档 第一价 不到30块的 I7订单 可能全拿了这一档股票 外资买了一堆 欢迎跟上 我们一起做这样的好礼物 谢谢各位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